可恶 小五 妈妈 这次就让我来保护你吧 不 你快走 你们母女果然一样愚蠢 我休想用那招 老鬼 快阻止他 绝不能让他们融合 找死 要是有一天 有很多人想要杀我 那些人 又是你打不过的 怎么办 那就请他们 先踏过我的尸体 好 这是 这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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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鬼 就凭你们 也敢杀害我的儿子 滚开 唐昊 无魂蝶 我回你来 爸爸 好听名下 不愧是浩天斗落 唐昊 教皇殿前 岂如你放肆 教皇殿 好一个教皇殿 看清楚 才是真正的浩天真神 。 。 很有 很好 你敢 魂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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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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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陪你到地 啊 啊 啊 救命 浩天主义的威力 果然惊人 救命 武魂殿欠我的债 总有一天我会全部逃还 大师 弗兰德 你们教导小儿多年 大恩不言谢 唐某欠你们 小三和小五被他带走了 武魂殿七日迎计 竟只是伤了唐昊 唐昊那一锤 公敌所必救 他攻击的并不是教皇 而是武魂殿象征之一的教皇殿 七宝真身 十万年魂兽 他就走了 教皇殿下 不用追了 唐昊终究还是唐昊 这些年 我一直拼命苦练 终于达到了封昊斗罗 可面对唐昊 气势上却远远不及 唐昊这混蛋太嚣张了 灭下 石冠武魂殿尊严 唐昊要是那么好对付 他还能活到今天 现在还没到对付他的事 那这些人怎么办 让他们都走 立刻滚出武魂城 走吧 走吧 谢谢观看